歐盟移民最近發生的大事 今次我想用時間跟大家講解 歐盟移民最近發生的一件大事 叫塞浦路斯風暴 塞浦路斯最近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一些大事件 一個半島電視台的記者 就安排人假扮了一個叫有犯罪紀錄的申請者 去申請歐盟護照 而這個放射的過程中 竟然找到當地的議長會協助他們 去取得歐盟護照 其實這件事在國際社會上引發了軒然的大波 而歐盟委員會亦對這件事發表了很強硬的講話 就說要取消所有歐盟入面的成果 所有的黃金簽證的項目 其實我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情況去分析這件事 對入購整個歐盟移民的影響 塞浦路斯的歐盟護照項目 其實背景審查相對上是歐盟入面最鬆的 甚至乎之前基本上是沒有的 而是最近這一兩年歐盟不斷施壓下 他們才收緊背景的審查 當中亦發現了很多通緝犯 一些大馬的騙案流凸了這些案件 原來都發現是拿到歐盟護照的 最近亦有500個申請者的名單被公佈了 其實這些歐盟會覺得成為日後洗黑錢 或者是犯罪的一個空規 可以被人追入歐盟的 這些都是一個隱憂 但我自己覺得歐盟是不會一刀切地取消 他們所有的黃金簽證項目的 因為現在歐盟有27個食言角 其實當中有19個都有一個黃金簽證的移民項目 如果他要取消這些項目其實基本上是很難的 因為在疫情之後 其實歐盟的經濟是受到嚴重的衝擊 如果他想短時間之內吸引一些人才或者資金進入歐盟的話 其實黃金簽證項目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來的 去改善歐盟整體的經濟 那其實歐盟可以怎樣去 一來刺激經濟 二來也可以倒絕這些犯罪隱藏的隱憂呢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歐盟可能會有一個委員會 中央做這個背景審查和資金審查的工作都不出奇 根據上述我剛才說的話 我覺得移民項目未來在2021年 如果整個歐盟來說 是會慢慢收緊背景審查和資金審查這兩方面 但我不覺得他一刀前暫停所有的移民項目 希望今天的資訊幫到大家 可能大家現在還有很多不同的問題想問我們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話 歡迎你Inbox Yahoo的Facebook page 小編收了不同的意見之後 便會交給專業人士 之後便會解答大家的疑問